大家好,我是洪耀 第一星这家网红公司 一直以来都创作了很多 大马人民非常喜欢的搞笑的作品 他们的其中一个演员叫做Song Bill 在第一代的第一星演员出现之后 有点审美疲劳了之后 他也算是第二代当中相当有利的佼佼者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总是有非常强的语言天分 能够模仿很多国家 然后用他们的口音来制造一些效果或笑料 这样的一个操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好评 直到昨天的时候 他竟然犯下了启示印度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其实全网已经删除了 但是有一些人士呢 就把他下载下来 再放上自己的推特 那其实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个看到这个影片之后 觉得被冒犯的人 在文中他就说 亲爱的印度朋友 看了这个 然后告诉我你的感受 是不是我过度的这个反应呢 而且呢 我去留言这个 这个 Songbill跟滴青的网页的时候呢 他们那一方呢 一直在这个删除留言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支影片呢 确实也是有很多的印度网民也好 还是一些马来网民 华人网民 对我跑过去说 这次滴青真的是玩火玩过头了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我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借用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夸张化 然后就试图制造一些娱乐的效果 当然这个娱乐效果好不好笑呢 见仁见智 我看了之后就是觉得也还好 很普通 但是其他的网民 我在看很多的一些留言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低级的玩笑 一开始的时候老师说我也不大能够共情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后来我意识到 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印度制 其实是这个印度人当中 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宗教仪式 遗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当你点上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有一种宗教保佑你 消除恶灾这样子的一个意味 那这一次桑比尔或是说低金公司呢 他们用这个东西 觉得它很像这个scan barcode的那个线 所以就用它来这个scan东西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一些印译社群的人就觉得说 你侮辱了我们的宗教 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宗教的问题呢 是非常棘手的 所以你拿别人的宗教来开玩笑 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觉得不舒服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影片的下方呢 其实有一个网民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就是 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完全是单元族群的公司 他可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有点当头棒喝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处在那个位置 我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没问题可以过 可是很多时候 种族歧视这个东西 或是照顾整个多元社群 敏感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永远不能够站在某一个族群的角度来出发 很多时候可能 你把这个影片过给更多的 这些可能其他同胞的人看看 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一次的这个问题了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Big Pharmacy还有敌心 已经是道歉 然后把影片全部的这个下架了 因为针对这个影片呢 我个人是不觉得有什么冒犯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立场呢 不能做准 因为他嘲讽的对象是这个印衣社群 那印衣社群的人能不能够take it 我觉得是更为关键更为重要的指标 但我也不禁在想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comedy 或是说一些喜剧的彰显呢 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些刻板印象 夸张化 然后去玩它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整个社群 多元社群 大家是不能够开这样的玩笑的情况当中 会不会某种意义上 这个是限制了创作自由呢 还是说其实如果你要开族群的玩笑 最好是由那个族群来开自己族群的玩笑 是更加妥断跟更为安全的一个做法呢 那影片的最后呢 其实也是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你是觉得 其实利用这个影片 到底有没有启示这个印衣社群呢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打个111 如果你觉得其实没有嘛 还好嘛 可以打个22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红耀 我们下期见 拜拜